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小鎮Horset 有一家相对比较大的酒店 叫做Sea Hotel Gunnerbaum 酒店主人Monica以前是在奥地利做电视台 Monica今年就请了个欧洲厨神回来坐镇 为什么叫她欧洲厨神呢 因为她拿过无数的厨艺奖项 米芝莲 奥地利当地的年度大厨 这次她和我们做了一餐饭 有鱼 有虾 有牛扒 有沙律 好坦白说 牛扒是鲜味 但是没有美国牛或日本牛那么浓郁的 但是她烤得很漂亮 在湖边真的要给她的 虾和鱼是一绝 我们看到了 她把餐厅引伸到湖边 冬天的时候因为太冷了 所以不会有人在湖边室外吃饭 夏天的时候就全部摆满桌子 来到的游客就一度吃饭 一度看天鹅 一度看湖边风光 很多人来到Horset都觉得 都是一条街 所以就不会住一晚 但其实我就住了一晚 其实这里虽然小 但是喜欢大自然 或者宁静的朋友 是值得在这里留一晚 甚至两晚 酒店的设施不算很多 餐厅之余呢 就是有个SPA 大家可以来到烤一下Sonna 那我们那晚就住了一间Sweet 所以分了客厅房 这里的酒店房 大部分都有露台 还有大家看到片头片尾 是我随便拍的现实 我只不过真的 很随便把相机出去拍现实 就拍到星空了 Monica就说 冬天的时候活动少些 夏天就会有人坐船出去捕鱼 他就叫我夏天再去 他带我去捕鱼 你敢滑黄